女人只是上了一辆公车 离家不到一站的距离 她竟成了一具尸体 不仅人没了 脸还肿成了猪头 死相极其惨烈 而当时车里也并未发生冲突 只有一群年轻人在唱歌跳舞 等警察到场调查后 都觉得这是从未见过的奇案 很快 负责案件后续调查的阿强 把尸体交给了法医 经过化验 法医说塞林的死是过敏性休克导致 并且身上还发现了风毒 可蜜蜂每次商人只会释放0.1毫克毒液 而他身上却超过了50毫克 加上他脖子上巨大的孔度 很明显是人为所致 为此 阿强还特意查了公车的监控 可除了看到乘客跳舞以外 并没有任何发现 接着他们又去塞林的律师所调查了 询问他是否得罪过人 可得到的回答都是一致好名 这让阿强两人头疼不辱 没办法 他们只能把调查方向放在风毒身上 可他们找到郊区的养蜂人 帮忙查询风毒的地理来源时 男人化验完后 像是藏着什么秘密一样 一脸紧张地说风毒从未见过 还强调这可能是人工合成的 看来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回到警局后 同事老贺也找到了 当天和赛林同车的所有乘客 可他们审问时 那些人的口供却一模一样 都说自己是互不认识的快神 只是收到了同样的公车蹦迪邀请 然而 就在阿强提出要调查其中一人的手机时 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看到此景 阿强顿时通透了 可现在没有证据抓捕这些人 为了查到幕后真凶 阿强决定放长线钓大鱼 他们把所有快闪族都放了 接着悄悄跟着他们来到一处工厂 而那些先前相互不认识的快闪族 竟然聚在一起和一个神秘女人商量着什么 阿强眼看就要描掉女人的样貌 却不料 意外突然出现 他们赶紧跑进工厂的保安室里 关上门窗的瞬间 风群依旧撞击着玻璃 就像冰雹一样朝他们袭来 本以为要被风群钉死在此 突然 那群蜜蜂似乎收到某种信号 瞬间就停止了冲击 转眼消失在了两人面前 等他们离开保安室 赶去跟踪幕后神秘女人时 只看到他们留下的脚印 而刚刚惊险的一幕 也超出了阿强的认知 蜜蜂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看来 这次碰到了实力非凡的对手 随后 两人赶回阿强家疗伤 可阿珍给他们检查时 却发现阿强没有被蜜蜂咬到 只有阿伟扛下了所有伤害 但好在他皮后 拔完封刺后 又赶回去加班了 而阿强也来到房车的藏身处 翻越百科查询蜂人的资料 书中记载到 蜂人和蜂群一样 都听命于一个蜂后 并且蜂后和女巫还是世仇关系 而蜂后辨别幻化成人的女巫时 都会留意他们舌头上的印记 为了更加了解这两个种族的事 阿强联系了阿郎帮忙 很快 两人来到工厂碰面 阿郎说 蜂后是传递信息的存在 一旦露头就意味着有大事要发生 了解今天的事情后 得知又要借狼鼻子找蜂后 阿郎直接摊牌了 行动开始前 阿强好奇地问他 对后 阿郎寻着气味 在工厂里面找到了 神秘女拿过的信件 终于知道了她名叫丽莎 接着阿郎根据气味 来到了一处废弃民宅 果真在阁楼上看到了一堆蜂巢 于是第二天 她叫来阿伟封锁现场 经过一晚的调查 不但找到了赛林身上的疯毒来源 还查出了丽莎和她的关系 原来赛林曾和两位律师 作为某公司的法人 恶意收购了丽莎的工厂 当时很多员工都在反对 其中就有快闪族的几人 阿强猜测是因为工厂的事 让丽莎对女人怀恨在心 所以才会吓死手 话音刚落 又一起快闪族谋杀案发生了 阿强赶到现场一看 受害者也是和赛林一样的死状 得知女人和赛林是同事后 阿强突然意识到 丽莎是想干掉当年收购她工厂的人 见状 她赶紧联系了律师所 可找到最后一名律师时 阿强却呆住了 似乎上次袭击姑妈的金发女就是她 而彪哥看到她的一样后 赶忙上前套话 彪哥眼看问不出什么话 只好嘱咐她保护好艾达的安全 随后 阿强想起书上辨别女巫的方法 他赶忙来到法医呢 让她取出两具尸体的舌头 果不其然 上面都有女巫的印记 看来事情不单是收购案那么简单 接着她又找到艾达 阴阳怪气地问她是不是和丽莎有仇 可艾达依旧装可怜 甚至阿伟都为她说好话 在两人离开办公室后 彪哥找到艾达 问她有没有暴露身份 毕竟在第一集 是彪哥安排她刺杀阿强的姑妈 所以她必须确保艾达的安全 此时 阿强为了找到丽莎 她和阿伟设局 用调查手机的理由 给快闪男孩制造机会联系丽莎 只见她丢下手机后 假装有事离开 接着来到观察房外等待 没想到 前脚一走男孩就用手机发送了短信 老贺也劫持到了内容 得知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后 决定用艾达作为幼儿引来丽莎 很快 他们来到目的地 把艾达藏了起来 而阿伟出去巡逻时 阿强趁机询问艾达 他说出了艾达女巫的身子 还把姑妈遇害的事情当场揭穿 眼看艾达不承认 他直接摊牌 阿强听完她的谜语更加气了 说让风后再杀一个女巫 也不是什么大事 艾达听完脸气变形了 但他依旧不肯说出原因 此时 丽莎也赶到了楼下 只见她打开车门 上万只蜜蜂冲向了酒店 巡逻的阿伟再次被这一幕想到 连忙关窗防止蜜蜂入侵 阿强听到动静声后 也敢去帮忙 可蜜蜂突然停止攻击 开始往楼上飞去 见状 阿强跑到客厅一看 艾达早已不见了踪影 于是 两人上下楼分头行动 阿强很快在赴一楼碰到了丽莎 正要上前逮捕她时 却听到了一位深长的话 而阿强之所以不会被蜜蜂钉 是因为风后在保护她 风后此次前来 也是为了提醒她后面有大事发生 她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把女巫干掉 就在这时 女巫也赶到了地下室 世仇一见面就打得不可开交 打斗中 风后还不断提醒阿强 格林后人身份的重要性 但阿强听完这些谜语 CPU都快烧了 最终他做下了一个 自己都不知道对错的决定 那就是干掉风后 而风后临死前又留下了谜品 听完阿强的心情就像屏幕前的你一样 吐槽这帮人说话说一半真粉 事情结束后 回到家的阿强也不能寐 每次想起姑妈的话 都会陷入沉思 就在她来到窗边时 却看到一只蜜蜂向她飞来 阿强用手一接 却不料被狠狠钉了一口 而这会不会是在提醒她 危险即将到来了呢 好了 本期到此结束 我是夜球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